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处则吉而长照 照而长吉便是佛经业 吉是定 照是智慧 吉是体 照是用 照也是体 吉也是用 这个吉兆可以互为体用 但是在我们初学呢 多数人先得定 后开会 所以我们根性不是大力之人 还是寻这个四地去修 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戒就是守规矩 遵守老方法 老规矩 各位要知道 老方法 老规矩 顾取 顾身鲜血 祖师大德们 都是走这条路成功的 这个路怎么会错误 千万不要认为那个旧了 老了 我们有新的方法 那就坏了 你这个新方法 没经过适应 能不能成就 是个未知数 人家老方法 老路子 多少人从那里走过来的时候 都成就了 这也是我们要认真反省 认真 深思 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教诲 要相信古圣先行的经验 继续教训 遵循这个道路 我们的成功是非常有希望的 天然求极 正如前面所说的 到一念不生的时候 星光就发现了 星光发现就是照 一念不生就是极 极而长照 极是清净心 清净心起作用 当然是长照 这个功夫相当高了 你看 观照 照诸 照见 这个极而长照 这个照是照见 照而长吉 虽然长照 他说 他的心永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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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外面境界动摇 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不会被外面境界污染 成照啊 成吉啊 这个境界就是佛境界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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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得 这个境界 在大成佛法里面 在大成佛法里面 原教初诸佛萨就真的了 那华言上所说的 四十一位法神大四 这都真的 四十一位地位最低的初诸佛萨 最高的等觉菩萨 这是入佛法界 这是宗门都常讲的 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 因为他是佛的境界 由佛给访虽权 深渡 才能够 成佛 进至今 的一位